我想回应一下香港的反占宗人士的声音 第一件事我想提出,占宗人士本身没有特殊的利益去占宗 他们是想表达自己渴求民主的心情 而很多时,当你在其他途径,例如在乐法会或其他官方途径 是否将自己的心声说出来之时,唯有是属于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 例如占宗之旅 要达到占宗有效果,他一定要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才能有这个效果 所以造成社会的不变是必然的现象之一 在这里我想提提,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是采用孔子的 技所辟辱密施,采用一个负向的道德标准 如果你想看到这个道德标准的分别,可以查到我的名字 可以看到一个视频,我可以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西方的就是用一个正面 我觉得这样好,我想把这个好事介绍给你 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那些民主派人士 那些占宗人士觉得行势民主是个好事 所以他们就想把这个事介绍给其他人 但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天,现在香港的民意开始有分裂 一边就说我们尽可能就是要平稳 我们最重要就是可以找到民生 那这个我相信,那个接触人士都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完全都会觉得,是啊,我们都是想要一个好的民生 不希望就是在一个独裁的政治之下 使得搞到我们的生活有问题 这个是出发点大家的相同 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现在就应该是 包含大家不同的意见,但寻找大家相同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双方面都要互相了解 一边就是,占宗人士要了解那些市民 现在是否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规则 可以用一些道路,可以生意照做 不要再将他们的新计 因为主要受害者不是政府 主要受害者就是那些,很多时候小市民小商店 这些大公司,赚少一百几十万是很小的事 但是小市民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第二,我也想那些反占宗人士想到 这些占宗人士,他们本身也是抱着一个爱国爱港的心态 他们只是想香港有一个更好的政治体系 可能他们会比较上天真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事 所以我在这里想建议大家见好职收 既然那个信息已经传播出来了 其实全世界各大传媒 包括我现在在澳洲的电视台的 新闻夜晚的主要新闻报导 都有报导这件事 所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传递目的已达 所以现在就可以见好职收 我想劝占佛陀佛人士 现在就应该可以收回 让小市民们可以回复生活 争取这个民心 比继续坚持现在的事 多谢 请不吝点赞 佛陀佛人士